修人乡公所为了培育乡内公益人才 从3月份到7月份要举办地基培训 逍遥间接班 缝纫班 还有一支独秀记忆班 除了培训族人们传统太鲁阁族记忆之外 也要学得第二专长来增加自己的技术能力 三年就了COVID-19疫情即将结束了 大家回复到正常生活 为传扬太鲁阁族的传统记忆 修人乡公所文化课在去年12月 也和乡内的工坊召开会议 并且规划2023年的记忆课程 同时也达成共识 从今年的3月份一直到7月份 并且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办理 自去年疫情缓解之后 我们今年也取得工坊的老师 还有一些产业的一些共识 我们在去年年底也召开了一些说明会 针对今年规划的课程 我们有开以下系列的课程 那第一个就是在3月份 我们就是先推出我们的回乡之意 太鲁阁族的传统地基的资具的培训课程 那这就是我们早期传统 我们在支部的时候所使用的支箱 也就是我们乌梦 那再来就是接下来我们会召开的是 传统烧咬的记忆的一个进阶班 那去年我们有针对我们乡民 就是未来他可以从事我们这样一个 逃逸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秀林还有一些民友的部落 都有这样陆续的人才能够对这些方面有一些兴趣 所以我们今年是提升到进阶班 再来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各部落的一些工坊 老师的在逢任的技术的进阶 我们今年也会开设我们逢任检疫的服饰记忆的培训班 那会教我们的老师就是不管在逢任还有打板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提升他们的一些他们的技艺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在五月到七月的时候 我们为了就是配合我们有公益之乡的 一支独秀的一个大型的计划 所以我们有针对工资的部分 我们今年会办个比赛 那因为前两年我们都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也蛮多乡民都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技艺 所以我们是今年是想要看到我们这几年努力的结果 看我们的这些部落的乡民 他现在的程度的难易度是在哪里 这样所以我们有特别办了这样一个比赛 也欢迎就是我们有心强要从事这样工资技艺的乡民 能够透过这个课程来再学习一些更进阶的一些课程这样 小一三文文明哥表示 在疫情期间大家生活是相当不方便 不过传扬他入国的技艺是不中断的 2023年是新年一年大家回归到正常生活了 我会安排一些课程活路相当的工坊记忆 来传扬祖先的生活智慧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